designed klington 嗨!大家好,我是艾佳 吃的時間,大家肚子餓了嗎? 開國桌上滿滿的美食 現在呢 其實已經來到了11月 天氣都開始轉陽了 這次呢 我們要來開箱 秋冬熱門的團購美食 這次一樣是選擇之前有開箱過的 全台第一個美食團購平台 愛河購 然後我們精選了8款的團購美食 有3款湯品 然後有炸物 然後有夜市小吃 還有可以熱熱吃的甜點 而且11月的折扣會非常多 因為雙11的關係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來開箱吧 首先第一個我們要開的是呢 馮甲夜市的排隊美食 這個是餅蔬烤玉米 它做成冷凍的宅配包裝 只要微波就可以吃了 我們先去加熱一下 鳳哥也有一隻 你有一隻 好了 我們的餅蔬烤玉米完成了 我只有用微波 我大概微波3分鐘 但是我一拿出來那個香氣 炭烤的香氣超明顯的 這個是綜合口味 就是裡面有黑胡椒有麻辣有芥末 然後還有咖哩 所有的口味都在一起 而且它粉超厚的 有餅蔬烤的感覺嗎 它其實還原度非常的高 不過因為微波之後呢 它那個粉會比較濕一點點 就是跟餅烤呢 其實差不多了 但是還是會差一點點 它的玉米是呈現比較Q的口感 是比較Q的那種玉米 而且是綜合口味其實是有點小辣 而且那個醬汁都深入到每顆玉米裡面 你知道嗎 還原度更高一點 可以去氣炸或者是 烤箱加一下 對 用烤箱或再烤網上烤一下 不過我覺得光這樣微波就很好吃了耶 而且它蠻大隻的耶 而且它蠻大隻的耶 喔 好像粉真的裹得很紮實 下一個呢 是大家很熟悉的品牌 銅龍香酥淨嫩炸雞煮 它這個組合裡面呢 會有 棒腿 就是五隻的棒腿 然後跟 五隻的雞翅 它雞翅其實蠻大隻的 以及 雞腿薄 然後它這個都是熟的 它總共有分原味跟辣味 那我們先去氣炸 我們的紅龍炸雞完成了 看起來很美味耶 我直接用氣炸鍋氣炸 有聽到它酥脆的聲音嗎 很燙很好吃耶 我要去吃嗎 欸 這沒在開玩笑 超嫩超好吃的 它可以超酥 好吃嗎 脆脆脆 湯 很燙 他吃完酒就太燙了 它吃完酒就太燙了 他吃完酒就太燙了 很燙 跟去買的一樣好吃 跟去買的一樣好吃 嗯 它的皮是裹的是那种 不是很薄但也不是很厚 我觉得蛮适中的 因为我喜欢皮吃起来有酥脆感 然后它的辣味的程度呢 就很像麦翠鸡那种辣味的程度 就是微辣到小辣之间的辣度 而且我都没有撒任何胡椒盐或什么 我觉得这样已经很够味了 嗯 我觉得这个很方便就是 它可以夹吐司夹汉堡 加甜品堡 或者是铺在生菜沙拉上 或者是放在咖喱饭上 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很好吃 接下来呢 这个是史家庄牛肉汤 我这样已经看到它后面有很多肉 看得到吗 看到 超多肉 这一定是你最期待的料理 对 它这一包呢 是900公克 大概是四人份 因为它要加水稀释 那我们就先来煮吧 先把它倒进去 哦哦哦哦 它肉是蛮多蛮大块的 有看到吗 建议是要加 白萝卜跟红萝卜 会让它更蓬汗 所以我已经准备了 红萝卜跟白萝卜 一起让它下去煮 然后因为它要稀释 所以我这边先准备 1000细细的水 那我们就先让它煮一下 它用的是牛腩肉 会有带筋 然后带油花 带肉 我是加1000细细的水 我觉得这个咸度对我来说 蛮刚好的 一样可以喝得到 它那个清炖的香气 肉也很大块 就是微微的有点嚼劲 又很嫩 然后带点油花 那我还加 白萝卜跟红萝卜 我觉得加这两个蛮搭的 蘿卜煮在里面啊 它都吸收那汤头的精华 然后又带点它的甜 很甘甜 我个人本身比较少吃清炖 因为我比较重口味 但这个清炖我觉得蛮OK的 但这个清炖我觉得蛮OK的 然后它有带点微微的中药香 微微的 接着来一道夜市人气甜点 这个是给力食品的冰心脆皮蛋糖 它其实呢可以放在冷冻库 直接拿出来吃 会有冰淇淋的口感 然后让它回温呢 会有半融化的口感 拿去加热 又是不一样的口感 它一盒是六个 其实蛮大一颗的 我决定呢先拿两颗去加热 然后等一下呢 我们是冷热都吃吃看 它里面的内馅可以看得出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厚 真的很像冰淇淋 因为我从冷冻库拿出来 室温大概回温了十分钟 就咬不进去呢 然后会有点冰冰凉凉的 我觉得它的饼皮 满湿润的 而且它还带着微微的脆 又不会很腻 加热完呢 里面的内馅就是有点半融化的状态 我觉得 它真的很适合冬天吃 因为它加热完它内馅有点半融化 然后热乎乎的 然后配上它那个饼皮 因为烤过之后 变得很酥 酥酥脆脆的 而且一到嘴里整个就化开了 而且一到嘴里整个就化开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好吃喔 冰的跟热的比起来 我比较喜欢热热的吃 这种口感真的很棒耶 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接下来这个 我觉得无人不晓 气炸锅界的网红 绿野农庄 真的在气炸锅界非常非常的有名 吃过的都说讚 然后今天这个呢 是绿野农庄的超值组 就是有一包 咸酥鸡 然后还有一包 脆口嫩鸡 我们先来吃吃看 它的 咸酥鸡 目前我都没有加任何调味料 然后呢 它包装其实都有说明气炸的温度 但是属于那种 皮很薄 裹粉裹得很薄的那一种 然后肉很多 含肉率很高 会让你有真的 薄口 肉很薄口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它本身有 调味 有点咸度 所以不用再加任何调味料 那我们来吃吃看 脆口嫩鸡 这个是用鲜嫩的鸡腿肉 嗯 我觉得他们家产品就是会让有一种 吃进去肉很多的感觉 因为它皮裹得很薄 然后他们家的鸡肉呢 是使用可塑源的生鲜鸡肉 就是让你吃的蛮安心的 而且那鸡肉就不会让你觉得有任何的腥味 腿肉跟咸酥鸡比起来 我比较喜欢腿肉一点 因为它吃起来 它的皮更脆 晚上咸酥鸡摊关了 最可以鸡炸这个 我觉得超赞的 秋冬进补 这个是黑蒜鸡汤 它这包蛮有分量的耶 这包是2200公克 然后一整支鸡汤 我想说拿去蒸 但是我要先确定一下我家电锅装不装得下 而且你知道吗 这支鸡是荣获2020年菜评比的冠军喔 可以啦可以 勉强 刚刚好 那我们先把我们的鸡汤拿去 蒸 蒸一下 我们的重量级 黑蒜鸡汤 完完全全一整支鸡 而且我从大同电锅拿出来的时候啊 它那个蒜香整个扑鼻而来 你知道吗 它汤真的非常非常的浓郁 因为黑蒜其实对身体蛮有益处的 然后又可以去汗 但它那个汤没有任何蒜头的刺激 它就是只有它那个蒜味的香气而已 然后整个融在里面 它肉超嫩 炖得非常非常的嫩 轻轻就拉起来了 骨头我这样就拉起来了 其实有时候我没有很喜欢吃炖鸡汤的肉 是因为有时候会觉得炖到那个 鸡肉都变得有点柴柴的 但它的鸡肉是很嫩 而且很入味那种 很软嫩 我觉得加面线应该也很OK 接下来呢 我们来吃一下甜点 这间甜点店很厉害 它是台南俘城90年的老店 中轮龟阿伯 他们家呢 其实就是卖了很多手工的糕点 就是贵之类的 然后他们是每天现做 所以它常温只能放两天 然后没有添加人工防补器 没有添加色素 是全素的可以吃 那我们来试一下 然后它有附一个糖粉 这个是花生芝麻的糖粉 然后另外呢 它有的是黑白的干贝麻酥 黑色的是黑糖 然后白色的是原味 先来试试看原味的 它的麻酥是属于那种 软Q型的 它完全不会黏牙 而且它很大一颗耶 满厚质的 来试试看黑糖 这个也很大一颗耶 它黑糖原本就有带一点微微的甜甜的 它黑糖呢 是带有微微淡淡的黑糖香 单吃黑糖不会很甜 但如果你想要更甜一点 就是沾它这个糖粉 这个是综合长条麻酥 一个是花生口味 一个是芝麻口味 我觉得它花生馅 包超多 就是里面 满满的都是那种馅料 超满 而且它的麻酥真的不黏牙 它是用蓬莱米跟糯米混合的 接下来是芝麻口味 它芝麻不会很甜 但是那种芝麻香气非常非常的浓 它很像是那种 线磨的那种芝麻酱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一间真的很厉害 它很古早味 但是东西又很好吃 唯一就是呢 它要注意一下保存期限的问题 好 那我们吃下一道 因为我个人本身 冬天很喜欢喝 药膳类的汤品 所以今天我们也有药膳类的汤品 老神在在瓦冠威汤 我选的是呢 药膳排骨汤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里面 满多块肉的 我已经拿下来退冰了 然后这个是青木瓜排骨汤 那我们就先去微波加热 其实很方便 大概微波吃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浓郁 而且肉满多块的 这间老神在在呢 其实是高雄的一个实体店 很久很久以前我有去吃过 因为我是高雄人 它的药膳排骨的汤头是我喜欢的 因为我喜欢的药膳味呢 是不要太苦 是温和的那种药膳 但是那个药材的香气很浓 然后带点甘甜 它排骨很嫩 它现场呢就是一个很大的甕 然后会放这种瓦罐 就是独家的江西瓦罐 然后放在里面一中一中一中的 然后慢火味大概12个小时以上 而且我记得它现场你如果晚去 很多口味都没有 接下来试试看青木瓜排骨汤 其实它真的蛮真材实料 因为一倒下来就是很大块的青木瓜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药材 红枣之类的 然后排骨肉蛤蜊 有的人可能会比较不喜欢 当归或黄旗的味道 但我觉得它搭上那个甜味 是很温和 它青木瓜整个化掉 再整个化掉 这两款比起来我个人比较偏爱 要散排骨汤一点 但他们家其实真的很多这种 要散的汤品 就是有喜欢这类汤品的人 也可以去参考看看 好啦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 然后对于今天呢 开箱内容有兴趣的人呢 也都可以去爱和购的网站看 接下来因为是双十一的港旗 爱和购上面呢 也推出了非常多的优惠活动 十一月九号到十二月九号子呢 就是满七百就可以折一百 但是要输入通关密语 吃火爱家 前一千名都可以折一百哦 然后还有其他的优惠活动 大家可以上爱和购关注一下 然后今天美食就介绍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 记得帮我按赞按订阅 还有开铃铛哦 然后记得要分享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